各位爸爸媽媽 寶寶一歲大了 寶寶可能開始有第一隻牙齒 開始懂得咸 開始說話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一歲的寶寶有什麼重要的成長階段里程碑 這個階段也是一個很黃金的時刻 可以培養寶寶一些很好的飲食習慣 令到這些飲食習慣可以持續到大過 如果你希望寶寶在0-3階段 拿到最好的營養 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一歲大的寶寶的體重 應該是出生體重的3倍 而生長也是出生生長的1.5倍 這個階段的寶寶應該吃固體食物 吃得很好 有充足的份量 應該以固體食物為主 奶是為副食品 寶寶也可以自己站穩 也可以有一個站著的姿勢 自己坐下 很多時候一歲之後很快 寶寶也會踏出第一步 可以自己走 寶寶這個階段 是會很喜歡動來動去的 或者會喜歡走去的 所以爸爸媽媽 要培養孩子吃東西的時候 要好好地坐下 千萬不要由一些照顧者 寶寶一直走來走去 照顧者追著她 為食物給寶寶吃 寶寶一歲的手眼協調 也會發展得很好 可以很精準地把一些小粒的食物放進口裡 爸爸媽媽可以給一些藍莓 或者把一些提子 一開四切小 讓寶寶自己吃 就是訓練手眼協調 多些讓寶寶吃一些手指食物 她用自己的手 把一些食物放在口裡 其實也是培養一個 自己吃東西要自己吃的儀式 寶寶的視力也會很好 她也會看到周圍的環境 所以這個階段的寶寶很容易分心 吃東西最好就是減低環境上的一些干擾 讓寶寶可以專心去吃東西 寶寶去到一歲 是可以睡過夜的 無間斷地睡六至八個小時 一歲的寶寶很多時候 日間只需要睡一次 是下午覺的 這個階段寶寶最重要是 要建立一個規律 就是飲食和生活的一個時間表 這個規律會讓寶寶有一個 好一點的胃口的吃東西 一歲之後可能已經出牙 出了一至八隻 視乎寶寶的情況 因為寶寶有牙 要多點鼓勵寶寶寶寶 便要把食物摺片狀 凝狀 讓寶寶可以寶寶寶去吃 千萬不要把所有的食物切得太難 有些嬰兒會養成一個不願意嘴咀的習慣 最重要的是食物不太硬或大粒 有這麼大的噎喉的風險 嬰兒一歲就會明白大人的一些簡單的指令 會開始學習說話 也會用一些簡單的手勢與大人溝通 所以這個階段嬰兒喜歡說No 或揮手不要一些東西 大人就不需要覺得奇怪 因為這也是一個發展階段 爸爸慢慢想嬰兒喜歡吃東西的話 可以吃東西的時候 教嬰兒不同食物的名字 讓嬰兒覺得吃東西很開心愉快 也會培養嬰兒喜歡吃東西